我不是张弥 但有阵子很爱看张爱玲的小说 台湾及大陆出版 收集了一些 其中半生缘最好看 她笔下的华丽 对男女之爱横空出世的剖析 居然出自一个 未经世事 没有谈过恋爱的小女生 不怪乎胡兰城看到封锁后 立马坐直 我一定要认识她 接下来就是两人的 寝宸之恋及结婚 这道两人晚年都写了自传 像是对读者的交代 就是今生今世 及小团圆 他们的爱情故事 其中也有一小段床上激情 大家好 这是民主导读第七讲 今天来说一个轻松的话题 在当事人可不轻松 就是张爱玲与胡兰城的爱情故事 2020年是张爱玲的100岁名诞 敢在最后几天说一下他们的八卦 因为女方是张爱玲 所以人们爱看 因为男方是个渣男 一生女人无数 所以人们爱看 张爱玲注定谈恋爱也是轰轰烈烈 才是读者心中的张爱玲 小团圆的书名与结局 张爱玲都明白表达 对胡兰城的付出 是收不回来的 就硬刻在那里的 他们两人一生都很少接受访问 张爱玲去美国以后 更几乎与世隔绝 但看得出来 她与胡兰城在一起的三年时间 应该是她一生最快乐的一段 小说得以出版 卖得动 有收入 外面在抗战 在打仗 她住在上海最热闹的静安寺 她比下个男女 在战争中 只看得到爱情 这样的文字 也只有在那个时代的上海孤岛 才有市场 一切都刚好的时代 她拿着镜头 带着读者 看尽人生百态 所以她说出名要趁早 她也做到了 在事业上升的年纪 胡兰城闯入她的世界 这个时候的张爱玲 绝对看不上 整日为生活奔波 或没读过几年书的普通人 年轻又小有名气的张爱玲 正需要胡兰城这种 悦人无数 见闻广播 可以谈东西方文学 谈人生的异性 五话不谈的相见恨晚 冲撞了未经世事 没有谈过恋爱的张爱玲 她甚至说自己在胡兰城面前 是低到了尘埃里 这是张爱玲送给胡兰城 一张照片后的题字 她说 见了她 她变得很低很低 低到尘埃里 但她心里是欢喜的 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你看这是多么的放小自己 在大山面前的完全臣服 不论她有妻事 又在南京为政府做事 后来被定为汉奸 依然结婚 但结婚之后 胡兰城依旧习性不改 桃花不断 让张爱玲彻底绝望 斩断情思 即使后来 胡兰城将今生今世的稿子 寄给张爱玲 她也一概不回 最后老年的时候 以小团圆作为自传 我们才可以 把这两本书配合在一起 又看到他们两个 好像在对话了 小团圆是没有主线的 长篇小说 就是张爱玲自传 但每个人物在书里面 都改名了 基本上可以 一一对应至现实人物 盛九丽就是张爱玲 邵志庸就是火兰城 我对照着看这两本 高人的自传 我发现在两个人的相处细节上 以今生今世 写得比较多 比较详细 但有一个地方 反而是张爱玲 在小团圆中写出来了 就是两个人最激情的一段 今天无论如何要搞好她 她不断地吻着她 让她放心 越发荒唐可笑了 一只黄尼罐子 有节奏的撞击 哎不行的办不到的 她想笑着说 但是知道说也是白说 泥罐子机械性的 一下一下撞上来 没完 绑在刑具上 把她往两边拉 两边有人很耐心的 使命拖拉着 想硬把一个人 活活扯成两半 还在撞 还在拉 没完 突然一口气往上堵着 她差点呕吐出来 她注意的看了看她的脸 仿佛看她断了气没有 刚才你眼睛里有眼泪 她后来轻声说 不知道怎么 我也不觉得抱歉 她睡着了 她望着她的脸 黄暗的灯光中 是她不喜欢的正面 她有种茫茫无一的感觉 像在黄昏时分出海 路不熟又远 现在在她逃亡前夜 她睡着了 正好背对着她 厨房里有一把斩肉的板刀 太沉重了 还有一把切西瓜的长刀 比较俯手 对准了那狭窄的金色背脊一刀 她现在是法外之人了 拖下楼梯往街上一丢 看秀男有什么办法 但是她看过侦探小说 知道凶手总是打得如意算盘 永远会有疏忽的地方 或是一个不巧碰尽的人 你要为不安你的人死 她对自己这样问 这是火兰城逃亡的前一夜 来到上海张爱玲住处的一段 秀男是小团圆中的画名 就是火兰城在上海的子女青云 这一段在今生今世中 只有在爱玲处过夜一句话 但是在小团圆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的天人交战 这个时候两个人结婚至少一年以后 火兰城从武汉回来 她在武汉办报 又搞上17岁的小护士小周 也都如实告诉张爱玲 所以张爱玲会有这一番挣扎 杀了她吗 但是自己也犯罪 何苦为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死呢 小团圆的书名也很有想象空间 张爱玲在第277页有三美团圆的叙述 结合上下文应该是指张爱玲 小周及范秀美 当时火兰城改名在浙江温州一带流亡 范秀美是火兰城借助人家的其中一方寡妇 也是张爱玲到温州看火兰城的时候 画画的女主角 张爱玲画画着画着 没有画完就觉得范秀美的眼睛跟火兰城很像 所以确定也是 这个范秀美也是火兰城的手下桃花 张爱玲当然很不自在又难过 这段在2004年的 她从海上来的那一段连续剧有演 那怎么办呢 她已经爱上又结婚了 所以决绝了回到上海 斩断这一切 但是有结婚 但是好像没有看到正式的离婚的确切日期 小桃银的结局是什么呢 是一场梦境 是张爱玲在梦中又看到火兰城 是旧时的影片中有当时的人 两个人手拉成一条直线 醒来以后张爱玲回味许久 这种梦我也做过 梦中我看到的是 影片中年轻的自己 是一段影片 年轻的时候各种过客的影像 起来后我的枕头是湿的 《金正经》是有一篇民国女子 专写张爱玲 这一篇之后火兰城 在战后逃亡的过程当中 也有灵星有关张爱玲的描述 火兰城这个人在现在的标准看来 就是个渣男 但是要当渣男是要有才华的 脸皮厚富有金轮才指一道 电眼打开手到擒来 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女人 《金正经》可以说是他的群方谱 至少写了八个女人 还有没写进去的 张爱玲是第五个 我认为他写张爱玲最精准的一段是这样的 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 她从来不悲天敏人 不同情谁 慈悲不失她全无 她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夸张的 也没有一个委屈的 她非常自私 玲是心狠手辣 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的大场面 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 她的心狠手辣 声音她一点委屈受不得 她却又非常顺从 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 且她对世人有不胜其多的抱歉 时思觉得做错了事了 后悔不迭 她的悔是如同对着大地春阳 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 我的有一定行的东西 张爱玲给我的新鲜惊喜 却尚在判定是非之先 旧小说里常有人到了仙境 所见真情意会多不适其名 爱玲的说话形势与我如冰炭 每每当下我不以为然 连她给我看的绘画 亦与我所预期的完全不对 但是不必等到后来 试得了才欢喜佩服 便是起初不试 连欢喜佩服已尚未形成 心里倒是带有多少叛逆的那种差异 依旧非常好 而我就只凭这样辛辣 而又糊涂的好感觉 对于不试的东西 已一概承认 她问我喜欢她的绘画吗 值得答说是的 爱玲听了很高兴 还告诉她的姑姑 我是受过思想训练的人 对反摆东西就要在理论上通过了 才能承认 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 她却说这样体系严密 不如解散的好 一次我竟敢说出 Holomon COG 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或哥德的福士德 爱玲却拼然答到 当然是Holomon COG好 张爱玲是使人 触看她 朱般不顺眼 她绝不迎合你 你要迎合她 更休想 你用一切定型的美恶 去看她 总看她不痛 像佛经理说的 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 她的人即是这样的神光离合 偶有文化人来到她这里 勉强坐得一回 只觉得对她不可逼世 不可久留 好的东西原来不是叫人都安 却是要叫人稍稍不安 以上是火兰城看透张爱玲的个性 相处不久 却非常准 张爱玲生于深宅大院 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 过的生活本来就不是市井小民 所以两个人之间 都是行而上的高来高去 或者说能够写在 金生金事及小团圆中的 就是必须是这样子的心灵沟通 该是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原来天上人间的恋爱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只有仰望 那火兰城有什么感情观吗 可能应该是像多宝格一样 每一个空间都要写上一个名字 而且每个空间感受不同 当然它的标准很低 或者它很敏感 来到一个新地方就能够找到目标 或者有意无意之间看到 过去不曾经验过的美 所以各种好话飞而扑火 像宙斯黄金鱼一样的 洒落到对方身上 所以它的多宝格中有各种各样的女人 但只有张爱玲是名人 是只能上得厅堂的知识分子 也是唯一一个不懂得生活不下厨房的女人 所以她们是谈心 谈人生 对火兰城来说 跟这些众美的相处 是她的一种人生享受 但对于张爱玲来讲 她却是一个在最刚好的年纪 24岁遇到38岁的火兰城 所以对张爱玲来说 都是精神及肉体的粗略 张爱玲当然有要火兰城做选择 如果不要她也可以 她只能猥亵 请注意猥亵这两个字 话还在 只是泄了 她不会再为感情有所期待或感动 我不想在这里引用火兰城的回答 因为手握选择权的人 说什么都不对 说什么都是二度三度伤害 只有行动才能说明一切 只有行动才能看得出一个人的品质 品格 品性 品德等等 火兰城是标准的 无品有才的人 可惜在抗战的时候 她站错了队 在整个故事中 张爱玲看似一个悲剧性的弱者 在感情上她没有能走出来 在生活上她后半生在美国 才真的是一个 我们看到了天上神仙落入凡间 但是她再也没有能够回到 1943年 1944年的巅峰 她的小说只有她在上海时期的才好看 后来她很努力的转型 都不算成功 因为张爱玲 说实话 张爱玲的人生经验本来就太狭隘 她最后好评的央歌是1955年写的 在这之后就真的没有大作了 对照记及小团圆都是家中大小事 美国不是属于她的地方 她到了美国等一段的养分 那我最佩服她的是 在美国的坚强跟独立 她真正做到 不划纵不取从 心甘情愿的孤绝荒凉 活得寂寥 死得寂寞 如果以好看程度来说的话 今生今世比较容易读 它是散文体的第一人称的形式 文字优美 可以看到1950年代的 中国的乡下的景色 可以当作游记或者是人物小传来看 小团圆圆就没有那么容易读 因为它是智力破碎的回忆 有点意识流 想到哪写到哪 人物众多 关系复杂 如果不是铁杆脏迷的话 会因为找不到主线而没有耐性 建议先在网络上找导读 以及人物关系表 再来读小团圆 谢谢